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大家姐 今天想做五香肉丁 材料有五花腩三磅 味料方面 五香粉、紅糖、薑蓉、辣椒油、蒜蓉、辣椒、甘草、豆瓣醬、乳酪醬 沒有抽生抽 還有雞湯 先處理五花腩 先把它起皮 因為皮是我們不要的 但也不用丟 可以用來做另一個菜 先說為何要做五香肉丁 住在溫哥華也知道 這裡是沒有五香肉丁賣的 以前在香港很容易開店 然後便會有五香肉丁吃 但這邊呢 由於不能入口 我們就自己做 還有呢 也聽到很多媽媽在肚腐水 為甚麼呢 因為這段疫情 疫情變了很多事 外面的餐廳就不可以吃 變了一天煮很多餐 這個五香肉丁我們煮了一大坑 因為分小份 放入冰箱 很忙的時候 或不想煮飯的時候 其實拿出來吃是非常方便的 洗完 用廚房紙吸乾水 五花腩很漂亮 它是一層層的 三層瘦肉 兩層皮膏 非常漂亮 現在我們先起鑊 看到有一點白煙的話 其實代表鑊已經夠熱了 如果鑊是夠熱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黏著 不要心急去鏟它 先煎一面 先煎一面 一邊開著大火煎 煎都可以的 待會兒我們慢慢收小火 金黃了 我們快去鏟給你 直到它粒粒 你都覺得它要加金黃色 看到開始 轉金黃色了 轉金黃色呢 我們就加了一些薑蓉 蒜頭 然後再炒均勻 先爆炒 好 接著 我們可以加一些豆蘭醬 我們可以開大火 我們加上湯 這個大火就加剛才的調味料 煮後醬 煮後醬 主角五香粉 五辣椒油 甘草 兩條辣椒 炆大概一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通常我就 隔夜我才吃 這樣就更入味 這樣就可以了 經過了一晚之後 它大概會變成這樣 我現在就煮熱它 煮碗飯 淋上面已經很好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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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